别人都是越爱越是幸福肥 郑爽却偏偏不走寻常路 自从和胡彦斌传出绯闻后 原本就是纸骗人的他更是一路报寿 就在近日有网友晒出了一组郑爽的近照 照片中郑爽穿着一件萌萌的红色鲜艳外套 上面还装饰着不少卡通玩具和小熊耳段 可在这件大外套下面 他竟然光着腿上阵 只穿了一条长袜 这就让他的一双竹竿腿再次曝光 和前阵子相比 如今的他似乎更销售了不少 不仅腿上的青筋清晰可见 连大腿部分都受到了青筋爆出 看起来完全没有美感还相当恐怖 这也让不少网友惊怠相当心疼地表示 瘦得每个人样了 受什么打击了呀 有啥比健康更重要的呀 再瘦下去以后要小孩都难 还有粉丝之言 这不是减肥能减出来的 感觉得了厌食症 就不应该会瘦成皮包骨的感觉 而在此前 郑爽就已经因为过度减肥 瘦成了一片脂而登上热搜榜 爽妹出道前脸颊还是缘故古地 浓郁的胶原蛋白感扑面而来 后来凭一起去看流星雨一炮而红 那绝对是完全诠释了元气少女的脸啊 去年大火的古剑奇谈里 虽然郑爽的脸明显不是以前肉肚多的造型了 不过还是美美的粉嫩嫩的感觉 而在今年郑爽参加花儿与少年二的时候 跟刚出道时对比已经显得有些瘦了 但总的来说 看上去还比较健康 然而这才短短的几个月 爽妹子已经瘦成个纸片而人 然而她的男友胡彦斌同学 却有发福的迹象 再看看之前郑爽被扒出的 自己秀在网上的减肥食谱 不健康的程度相当夸张 再看看如今她在片场的样子 这是令不少粉丝质疑 这样真的美吗 别人都是越爱越是幸福妃 郑爽却偏偏不走寻常路 自从和胡彦斌传出绯闻后 原本就是纸片人的她 更是一路报寿 就在近日有网友晒出了一组郑爽的近照 照片中郑爽穿着一件 萌萌的红色鲜艳外套 上面还装饰着不少卡通玩具和小熊耳段 可在这件大外套下面 她竟然光着腿上阵 只穿了一条长袜 这就让她的一双竹竿腿再次曝光 和前阵子相比 如今的她似乎更消瘦了不少 不仅腿上的青筋清晰可见 连大腿部分都受到了青筋爆出 看起来完全没有美感 还相当恐怖 这也让不少网友惊怠 相当心疼地表示 瘦得每个人样了 受什么打击了呀 有啥比健康更重要的呀 再瘦下去以后要小孩都难 还有粉丝之言 这不是减肥能减出来的 感觉得了厌食症 就不应该会瘦成皮包骨的感觉 而在此前 郑爽就已经因为过度减肥 瘦成了一片脂而登上热搜榜 爽妹出道前 脸颊还是缘故故地 浓郁的胶原蛋白感扑面而来 后来凭一起去看流星雨一炮而红 那绝对是完全诠释了元气少女的脸啊 去年大火的古剑奇谈里 虽然郑爽的脸明显不是以前肉肚多的造型了 不过还是美美的粉嫩嫩的感觉 而在今年郑爽参加花儿与少年2的时候 跟刚出道时对比已经显得有些瘦了 但总的来说 看上去还比较健康 然而这才短短的几个月 爽妹子已经瘦成个纸片而人 然而她的男友胡怨斌同学 却有发福的迹象 再看看之前郑爽被扒出的 自己秀在网上的减肥食谱 不健康的程度相当夸张 再看看如今她在片场的样子 这是令不少粉丝质疑 这样真的美吗 谢谢大家